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二十几年前1989年4月份时 胡耀邦刚刚故去时那世界经济导报的做法 而世界经济导报的做法直接遭到当时的上海书记江泽民的扼杀 而江泽民的扼杀的手段却完全类同于今天在广州所发生的事情 针对南方周末所发生的事情 今天的南方周末就是89年当时的世界经济导报 今天的广东省的宣传部长椭江 就是当年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 而今天的习近平就是当年的赵紫阳 那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的下半部分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应该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南方周末风波考验中国新领导人 文章它上来是这么讲的 北京围绕着中国一家主流媒体的风波 对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精心测算的政纲 构成了一个前期的挑战 并使大众受到压制的改革需求 与共产党继续牢牢掌控权力的愿望 形成了对立 所以说的非常的直接 这是明眼的人都看得出来的 当然我自己的说法呢 就是习近平的打算呢 是他想要打算的 想要做的 而他真正来自的抗争的依然是党内 20平继承着2012的这种概念 2012的概念呢 到以十八大作为一个转折点 就是一除戏的终止点和下一台戏的开场 这下一台戏的开场 就像上一幕和下一幕的概念一样 上一幕演完了 现在没什么薄熙来什么事 下一幕呢就变成了习近平跟江泽民直接对垒了 而这直接对垒当中呢 我一直跟大家说 习近平的弱点 如果他保中共 就是他的致命弱点 如果今天能够借助薄熙来这件事情 抛出活摘器官的真相 活摘器官将直接把整个原来的江家帮全都打垮 并且证实了共产党的存在的不合法性 你死抱着中共干嘛 缺心眼吗不是 就像抱着清王朝 抱着义和团 抱着什么 随着时间不都完蛋 这个筋儿怎么就拧不过来呢 生是个男人死是条汉子 那不就完了 更何况你的灵魂并没死吗 与其说那么多 不如咔嚓一下就办了吗 真费劲 费劲的如果办不了 胡锦涛就是一个样子 说多了 改革派就是个样子 但是今天所有的人都知道要变 为什么 我跟大家解释过 天意与人性 人性的自然属性跟天意是融在一起的 当人试图在保住自己佛性与道义的一面的时候 就能够看到邪恶的一面 当看到邪恶的一面 却不拒绝邪恶 甚至出于自己的利益 在漠不作声的时候 你就是助纣为虐 当人们把这样的东西称为邪恶的时候 称为魔鬼的时候 有这个词的时候 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只不过你肉眼没看见的时候 那就有神佛最后算账的时候 反正作为任何一个人 生你控制不了 因为你爹妈给你带来的 死你控制不了 因为谁黄泉路上 吴老少 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 谁自己会嘎嘭一下 完了 生死两不知的人 你今天在策划着什么 在石涛的眼睛里都是愚蠢的 真的 除非你顺天意而为之 除非你保持内心的善良与佛性 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里 他直接引述了来自于中山大学的学生的倡议书当中的一段话 他说学生们说 我们的退让与沉默并没有换来我们所希望的自由的光芒 反而是权力对权力的无节制的干预和渗透 这里学生用了权力 握有权力的人 对老百姓的基本的人生的权力 民主的权力 自由的权力 生存的权力的直接的干预和渗透 两个权力不同 他表现出自上而下这个体制本身的邪恶 紧接着文章里介绍了现在的状况 他说在星期日 整个抗议活动转化为微博圈的实时混战 事态发展非比寻常 因为在中国各种抗议活动都会遭到严密控制的 而媒体往往对允许进行的辩论范围心知肚明 他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 这就是石超早跟大家分享过的 今天的微博是八九的天安门广场 大家在微博上 学生在微博上所做的一切 就是当时王丹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所做的一切 那纽约时报的记者呢 事实的采访了一个南方周末的编辑 编辑是这么说的 大概有五十名员工呢 发表了共同的声明 这一份声明呢 在微博上广泛流传 声明当中呢 其实就变相的提到了 这个整个南方周末的员工呢 大家在试图罢工 而这位被采访的人讲 是不是全体罢工 我现在还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关于微博账号被剥夺的声明 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所以他就说 这家广州报纸所引发的风波 在有政治决幸的中国人中 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而中国人不参与政治 很多中国人说我们不参与政治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这概念 什么叫不参与政治 你入团是不是参与政治 你入轰小兵是不是参与政治 你入党是不是参与政治 为什么当人们提出中共是邪恶的时候 你去说我们不参与政治 手心是肉 手背不是肉吗 许你入党获取名利 许你灭着良心 为了自己的欲望 去干这些助纣为虐的事 但不许正常的人 按照正常的思维 按照人的应该有的理念 去做人 你把那样的事情当成叫做参与政治 是你胆小如鼠 被扼杀了自己做人的 应该有的准则和自尊之后 变成了客观的 变成了助纣为虐 但是明眼的人都明白 中国人太政治了 因为他生活在 他出生在一个控制的社会当中 从他爷爷那时候起 就出生在一个被控制的社会当中 党高于一切 正像习近平说的 不反腐 就要亡党亡国 他都说的很明白 这个国家是个党国 亡了党就没这个国 当亡了党就没这个国的时候 这个国家里的一切 都是党的一切 就是政治的一切 基本的概念都那么明白 拿着聪明装糊涂 其实都不是 从来就没明白过 也没聪明过 为什么呢 六岁上小学的时候 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被洗了脑了 用刷锅水 用洗脚水 用当官的上洗头的小妹妹的屋里去 那样的水洗的脑 不是吗 哪个当官不贪 哪个当官不服 哪个当官不找女人 所以我说的话缺吗 一点都不缺 这是现实 这就是真实的一面 紧接着文章里 他就提到习近平的状况 他说 最新的一个迹象 是星期日在媒体上 披露出习近平的一个讲话 在面对党内高级领导层时 习近平反复提到了邓小平 尤其强调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这句话的短语 通常是用来表明 实用主义政策 与一党专制的结合 那习近平还赞扬 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 似乎想努力赢得 强硬的共产主义分子的支持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 恰恰习近平的这一种说法 成为了软肋 他想保住共产党本身 而当他保住共产党本身的时候 江泽民是魔鬼 他是以共产党为依托的魔鬼 他就战胜不了他 你今天习近平面对南方周末的挑战 这件事情的挑战 就是他所到底维护 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呢 还是要给一个开明的答复呢 而当给予开明的答复的时候 就将否定他在党校当中的这一番说法 自然的否定 愿意不愿意都是这样 这就是我说 当他去维护党的专制的时候 当他维护共产党本身的时候 随着事情会自然出现 与他对等 与他冲突 给他找麻烦 早就跟大家讲过 胡锦涛在那时候就说过 你维护共产党 你麻烦大了 不信咱就走着瞧 你看胡锦涛什么样 最后能一裸退 说他高风亮节 说得老酸了 所以文章里他就说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而这个说这番话的人呢 却是一个中共党报的资深的编辑 如果习近平不调离一些人 并提拔另外一批官员的话 他的新政策 如果他有新政策的话 就会被党内的老官员所击垮 不是石涛那么说的 石涛有这样的看法 党内的人士也有这样的看法 而这位编辑接着说 新领导和老领导之间的矛盾 刚刚才开始露头 文章紧接着讲 从邓小平时代 自由和保守两种力量之间的类似冲突 就在主宰着中国的政治 但是习近平还要面对千百万 越来越敢说话的互联网用户 后者的大肆宣泄 甚至可以让中国严格的审查不知所措 今天就已经不知所措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新闻系的教授展江 那他呢 我们曾经用过他几篇文章 他就这么讲 公众的愤怒表反映了人民期待值很高 当前中国人对这样的事情是格外敏感的 所以大家反应是非常激烈的 习近平怎么办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很简单 就看他自己怎么办 在石涛的眼睛里有办法 但需要的是魄力 是需要是抛弃你头脑中固有的观念 记住 这地球上死了谁都成 没了谁都成 没了共产党 大家日子更好过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